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中文萱 OK 我今天要很厭世的來拍這個美妝影片 那為什麼要很厭世呢 因為我TMD 我現在很累 但是粉絲還是希望我拍一些日常幫的影片給他們看 那粉絲最大 我自己也蠻想拍的 我就是拍了 那我今天在影片裡面所使用到的產品 都是我自己個人私底下在用的 那很抱歉 我個人就是一個非常小心眼的人 廠商沒有丟錢 我不會說出廠商的名字 所以我今天所用的產品呢 我只會亮相 但是 我不會說出他們的名字 OK 首先我不得不說 我的臉部非常非常容易出油 我臉部的出油量 每天計算的話 差不多三天 我臉上的油就可以裝滿這個瓶子 不誇張 不誇張 我的臉非常非常的油 這只是一個形容詞而已 你們也不要太認真 因為我今天有貼痘痘貼 所以我痘痘貼就把它撕掉 貼這個痘痘貼好像也沒必用 唉 首先 我一到家要洗澡簽 我一定都會先卸妝 卸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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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就是跟化妝一樣 你有什麼差呢 一樣是個國際大臣妹 我喜歡臉就會拿這個紙巾擦一下 擦到圍桿之後呢 我就會用保濕噴霧簡單的噴一下 然後再拿化妝棉 把保濕噴霧噴在上面 然後在臉上做擦濕的動作 這樣的擦濕可以達到皮膚再次清潔的效果 擦完之後就拍一拍吸收 那我們的臉呢 就跟中藥部位一樣脆弱一樣敏感 所以要輕柔的對待它 比你對待女朋友一樣還要輕柔 擦拭完之後呢我就會開始上化妝水了 一樣輕拍在臉上 欸 記得是輕輕拍 不是這樣子 打泡才需要這種聲音 我剛剛說過了 我們的皮膚就跟我們中藥部位一樣 要溫柔的對待它 又不是打泡不需要這麼大聲 輕輕溫柔的對待它 化妝水擦完呢 那我就會擠上3D精華液 因為是夜間保養 所以保濕一定要加強 一樣擦在臉上 好了 精華液也拍完了 最後最後我會上一道 清爽的乳液鎖水 你要擦乳霜也是可以啦 不過乳液的話 目前比較適合我 因為我的皮膚很容易出油 一樣的擦上去 然後做輕拍的動作 好的 我的日常夜間保養 差不多就是到這樣 那如果我的臉上長痘痘的話 我就會下痘痘藥 那我相信痘痘藥應該也不用再示範了吧 痘痘藥就是 你有痘痘 把痘痘藥 擦在你的痘痘上面 就是這麼的簡單唷 應該不用我示範囉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喜歡 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那就請你離開 I don't care Bye